被譽為歌神的張學友 在國際音樂獎項屢獲殊榮 更創下循迴演唱會 觀眾人數最多的世界紀錄 他有這麼驕人的成就 起步點就是在當年參加了 十八區業餘歌唱大賽 而當中有甚麼秘聞呢 就要請張文新爆料 新歌被譽為《金曲之父》 創立了中文歌曲《龍虎榜》 和首歌華語流行音樂獎項 今天我很開心 可以和《金曲之父》我們張文新 一起和學友聊天 新歌 是 你認識了學友, 比我多久了 有40年嗎? 差不多了 40年了? 很多人說, 學友是十八區業餘歌唱比賽 當年是1984年, 對吧? 對嗎? 沒錯 起碼是38年, 當年開始 當然不僅僅, 因為比賽的時間很長 對… 因為十八區逐區逐區比賽 所以到總決賽才是1984年的9月1號 因為當時跟政府配合 十八區的地方行政 中了一年多 所以我們稱之為少林寺牧仁航 因為每個區, 至少千人報名 例如丁那些 有些不僅… 有些不僅 超過二萬人參加的歌唱比賽 我敢說, 十八區業餘歌唱比賽 的參賽人數 肯定是香港其中一個冠軍 所以它真的有這麼多人拼出來 沒有花無價 當時為什麼你會去參賽? 喜歡, 喜歡唱歌 而且快要讀完書了 我很想練大膽 所以我去參加 十八區時, 我已經去了航空公司 我記得 但已經參加比賽 參加了…其實有個印 是嗎… 我以為你在EYT 即是歡樂今宵的時候 那次… 那次是… 之前其中一次 簽錄你的頭角 不是… 我之前… 你之前已經很多被人叮走了 很多 是嗎 是嗎 這麼慘嗎 不過每個人都有這個過程 那時候的工人俱樂部 牛扒屋 TV大家早前看過 是的 那些全部都有… 有些都有, 我在學校 你是否因為爸爸媽媽 還是因為有老師 你怎樣跟音樂結合 我想緣起是因為真的喜歡唱 小時候… 旁邊…不只是我的 我們旁邊的所有鄰居 他們都是… 那時候聽英文歌 是嗎 歐西蘭曲 你不是好像溫馬 是呀 阿Sam那些去賺錢 他們…不是… 他們是找正式的 我就是… 那時候小時候 是嗎 他們經常玩樂隊 即是玩那些很重型的 Deep Purple 是呀 Band Company 那些歌 即是你簡直是有樂隊樂隊的 不是我… 我只是去搭配 全歌手 學友1985年出道 就一舉獲得十大中文金曲 和最有前途新人金獎 自此之後獲獎無數 而在1986年 他還跟女方拍檔 在紅館連開七場演唱會 可見他作為新人已經備受觸目 所以說那時候他已經這麼好 去到我不知為何在中間 他就跳了去做電影 那這裡在音樂和電影上 你那時候是甚麼心態呢 是否又想玩電影 賺多點錢 還是甚麼 你可以解釋一下給你嗎 首先都是被迫的 被迫的 誰逼你 不是,生活… 好… 拍戲最主要是因為… 因為唱片 我做到第四個唱片 第四個唱片開始不知道怎麼做 算是一個迷失的時間 你想做,但不知道怎麼做 尤其是到後期 因為一年要做兩、三個唱片 是,當時我… 十個唱片裡面 變成他們的目標 只有一首或兩首歌 然後隨便充數而已 因為你這樣做 我覺得那個基本上是一個… 致死的原因 因為你到最後人們不相信你 你唱十首歌 你只有一首歌可以聽 你還要那首歌要中 哪有這麼多神仙 這個世界,是嗎 是 那首歌不中 接著那八首歌也不行 那你就死了 死了一首歌,死了兩首歌 那些人開始不聽你 當時做夜 做夜沒有人做 賣到二萬首歌不夠 或者一直賣到二萬五千首歌 那時候對我來說是由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 然後十萬 只剩下十萬 接著到二萬五千首歌 那你就真的跌得很厲害 是 你覺得死了不行 這樣就… 我當時好像是最主要的支柱 變成你一定要找一些收入的來源 是 所以那些人找我拍攝 我什麼都會接 所以這也是一個香港故事 為什麼呢 我們以前的年代的人 真的很顧家,真的很顧家 真的拼命 像我讀書的時候 我讀大學也去找四份工教書 為什麼呢 就是養家,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你也有一張唱片 你自己作曲、填詞 給太太那幾隻 是… 為什麼那次要作一個 自己整張製作的唱片 是唱片公司的還是你自己看呢 因為心情不好 那張唱片是2003年做的 是 2003年很多社會環境不好 沙士 很多歌手 然後很多朋友離開了 是,妹姐 所以我寫了一張給朋友 那時候心情不好 是 很想做一些事情 我之前也有寫歌 是 《冬天不太能》 《枝麗琴南無縣》 有時候我也有寫歌 也想嘗試寫歌 總想做一些事情 在那段時間 反映你自己的心情 所以我做了一些… 其實我不是自己的 就是… 你喜歡的,你滿意的 我還沒滿意的 不過… 會不會再嘗試? 會的,我會再嘗試寫歌 是 無論如何 我想帶你來 例如在唱歌上有什麼變化 從聲音、態度上 可否跟朋友分享一下 首先我自己… 我自己都將自己唱歌 分成幾個不同階段 就是一開始唱歌的時候就唱 就是…我喜歡唱 有人找我錄音 找了歌給我的歌 第一次接觸到我的歌 那個歌叫《張學友的歌》 很開心,那股熱誠、衝勁 是幫到你很多的 開始的時候 如果沈哥說 你唱歌的時候好像很欲謹 其實我是很緊張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有舞台恐懼症的 我一上台就很害怕 我不是很相信 因為… 上台超過一千場以上的人 我不是很相信 證明他們的事情還是重視 其實他的所謂恐懼症 可能很熟 他是想做到最好 其實他是追求… 我給大家說一個例子 不如這樣吧 有一次的頒獎典禮還是什麼後台 我和張國榮先生 是 即是哥哥 是 一起出場,他在後面震動了 很奇怪 我想沒有人相信… 我自己也不相信 因為看到哥哥在台上舉手投足 對嗎?你說他害怕,怎麼會 他真的會震動 是 他說學友在外面,你是什麼觀眾 我很害怕… 你們是不知道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很害怕 雖然學友說自己有舞台恐懼症 但他創下無人能及的演唱會記錄 像他的二分一世紀演唱會 《世界巡迴》開了146場 經典世界巡迴演唱會更厲害 開了233場 觀眾人次超過450萬 聽說你又想再做音樂 雪浪湖… 不是,我上了很久了 不過一直停留在想像的階段 做演唱會和做音樂劇的分別 就是演唱會真的可以掌握到 無論是50歲時做的二分一也好 或是剛才做的經典活動 全部都可以掌握到我的手裡 我有歌,我做了這麼久的表演 我對那個舞台很熟悉 你現在什麼時候再開演唱會? 每個人都想知道 我已經開了 我這麼久沒上,我也很想開 厲害… 真的有引擎,我準備一下… 沒想到,沒想到 沒想到…